回到拉萨 我回到了布达拉 拉萨 我来了 这是布达拉宫广场 相应的很多的藏族朋友 我猜测他们应该是在传经 这也是 八九街不? 八九街在哪? 这还不知道 我刚到了 传经就是一种藏族朋友 虔诚的佛教徒 一种诵经的方式 特有的诵经方式 可以看到很多的藏人朋友 在围绕着布达拉宫 在钻经 这也是他们虔诚的表达方式 有着自身的这种宗教意义 这个拉萨天空是非常的蓝 那有些藏族朋友呢 带着钻经骨 但大部分带的都是佛珠 看这位老哥就是钻经骨在钻经 显得会更专业吧 那藏人朋友 大部分穿的还是传统的民族服饰 不过也有一些 跟我们差不多 但是大家看到了 这个藏族朋友 基本每个人都戴着帽子 因为在来的路上呢 同行的人告诉我 说这个拉萨呀 紫外线特别强 所以说戴一顶帽子呢 可以防紫外 避免皮肤被晒伤 拉萨这边的天气还是 温差变化非常大 所以说大家看到了 很多的朋友呢 他们可能外面穿着厚厚大褂 里面穿着短袖的T恤 热的时候就把大褂脱下来 系在身上 冷了呢 在套上 大部分年龄大的这个藏人朋友啊 穿的都是 自己民族特色的这些传统服饰 其实我觉得很好嘛 每个民族都应该有自己的文化 并将它传承下去 藏传佛教 也是佛教的一个流派 它也是融合了 西藏本地的一些文化 一些历史 形成了特定的佛教的一支流派 跟汉传佛教是有很大的区别 与南传佛教 东南亚的南传佛教呢 也是完全不同的 而作为虔诚的佛教徒 可以说 藏人呢 这个民族是很具有代表性的 他们真的是对佛教非常的 虔诚 多么蓝的天空啊 再看一看佛达拉宫 多么宏伟的宫殿啊 现在的建筑技术这么高超 但是看着佛达拉宫 也依然会感到震撼 很多年来讲到的 rupal 央学路 都市里面有个小处 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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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处 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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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帽子也戴一下吧 确实 多亏我穿的是防紫外线服 谢谢 因为藏人朋友在向我兜售手串 只不过我这个人对这些小纪念品 公寓品确实不是感兴趣 所以说就不照顾他的生意了